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茶堂哥 一人带着两条狗徒步到庚河 昨天晚上就在这个汽车站这儿休息 现在东西都收拾完了 感觉这天啊雾蒙蒙的 是不是又变天呀 他把车门来关了 关了以后再去买点菜 去备点物资 好了 准备出发 买了菜了 买了点肉 西红柿 包头菜 青椒 白菜 西葫芦 这一面 基本上不种庄稼 种的是这个树苗 这是卖啊应该是 刚挖起来的 种的树苗药材 它这整体一片一片的 都是这 大姐 在这有自然水没有给打点吗 这里面 那个房子里面 啊 好了 我往山里面走 我怕里面没有冲桩 打不下水的 你干啥的 徒步的 徒步的 谢谢大哥 这儿没有猫牛了 这儿是黄牛 看这儿黄牛 这黄牛没有那个牢牛 牛大哥你给绕一绕路牛大哥 牛大哥 绕一绕路牛大哥 牛大哥不给绕 这些人都把松树挖起来卖了 这里面种的好多好多松树苗 大厨师过来收了 排队抓 小牛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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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里面全种的是松树 全是松树 现在开始爬这个黑泉水库这个坡了 我感觉啊 这儿应该是没有坡的 因为有了这个水库 所以就爬个坡 今天这天会蒙蒙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是黑泉水库 上面这层好像是冰啊 还没有化开的 但是边里都化了 中间这一道应该是化开的 接近这湖面还是冷啊 看那边山头还有雪的 这个山上还有雪的 雪山 这应该是雾啊 不像是阴天 这边的山都是这 极起伏伏 全是这山的 晴天多好嘞 晴天能照一下这个山的形状 现在这个天鹰天 看的雾蒙蒙的 中了这么多的松树 全是松树 这儿有个检查站 但是没有地方 路边挺不安全 再往前走一走 再往前走一走 找一个空场地方 今天不敢再往前走了 再往前走 就开始爬那个打板山了 前面看看有空场地 就休息了 我看见这个地方挺好 这儿有个房子 这儿有个房子 能打点房子 马上就开始爬那个山的崖口了 所以今天就不准备往上走了 水我也打下了 就在这儿露营了 就在这儿露营了 这儿有个房子 这里面还有人住了 咱把车 拉到这儿 这个房子人家关的门 刚才不是咱把车拉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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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床 被子 还有个电视桌子 不用再走了 那边有熊耳塔 这儿有牧民 山上有羊 咱就在这儿露营了吧 天也不走了 今天又找见一个房子 咱在这儿吊个头 这儿应该是 这房子 不知道有没有人住 有人住也不影响 又能点彩虹了啊 又能点彩虹了啊 嘎嘎响着彩虹 彩虹饭 你不知道这彩虹耐不耐 我都是羊母棒 羊母他就不耐受啊 哎呀 又是白菜 这儿 买不下白菜 他们这地方没人吃白菜 吃了这个白菜 咱就吃那个啥 包头菜 白菜也吃 吃 吃的碎羞了 吃的碎羞了 下五花肉 哎呀 没热了 也行 也行 又能用咱的柴火做饭了 上酌料 密制小酱料 大白菜搞里面 下山 来来来 小丁寂导 在哪里 大白菜 觉得 有些人 在哪里 有些人 一要怎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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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借妹 快 今天这个饭错过来 肉也没味儿 决定这个肉有味儿 这位是还雕出来的 不烫烂了 还有车我想走的 今天就露营到这个山脚下了 明天开始爬山 今天东西收拾完了 剩下这些就不收拾了 明天早上收拾 今天好 有一个房子 这拐脚这天是暖和了 总备休息了 这会儿 月亮出来了 这是咱的温馨的小屋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咱就分享到这 我也休息了 收了灯 祝大家做个好梦 晚安 拜拜了 明天再见 明天